哈喽 大家好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 晚上七点 我要去吃晚餐 吃椰浆饭 而且这家椰浆饭 它不在白天营业 它只做晚上 只做晚事 好 说话间我们就到了 就是这里 那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有没有 真的是传说中那么好吃呢 好 吃饭 鸡翅板 还有五香 五香 好 先来一杯酸干润润喉 酸酸的四季食欲开胃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鸡翅板 这个鸡翅炸的是 已经是感觉像是很老的样子 但不知道等一下吃起来怎么样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五香 新的名字就很香了 就像春卷一样 豆腐皮包的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还有这边的姜鱼仔 姜鱼仔的话呢 就是小鱼啦 据说是飘龄比较高 那么 那鸡翅啦嘛呢 其实是马来西亚的美食 那鸡啦嘛也是马来语 翻译成华语呢就是椰浆饭 那椰浆饭椰浆饭的意思 肯定是和椰汁有关系的嘛 那鸡呢是米饭的意思 啦嘛呢就是油脂的意思 在米饭里面加入了椰汁以后呢 就感觉比较像加了油一样 所以叫做拿西拉嘛 其实呢 它不仅仅是加了椰汁 还会加一些巴兰叶的汁 混合着那个味道 所以它闻起来特别的香 第一个 有一股淡淡的椰子汁的味道 像小时候有吃过椰树排椰子 它那个淡淡的味道 吃下鸡翅吧 一定要趁乐吃 有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 刚才不是说它感觉好像炸的有点老吗 吃上去一点都不老 其实很好 它的那个皮啊 已经炸的就是很脆了 但里面呢还是很嫩的 里面的鸡肉还是很嫩 在很早以前呢 椰浆饭是属于一种便名的廉价的食物 因为米饭里面加了椰芝麻 它就更加不像白饭一样 就蛋而无味 它就有了一定的香味 那人家就是随便配一点花生 配一点姜鱼仔 就能当做一顿饭吃下去了 那么现在呢 这个叶姜饭呢 也是郁佳的发达 有加了很多的配料 包括刚才说的鸡翅膀啊 午餐啊 我点的还有荷包蛋啊 咖喱菜啊等等 说其实姜鱼仔 姜鱼仔很好吃 我吃吃看他们家的姜鱼仔 怪不得说他们家比较受欢迎 他的这个姜鱼仔 就炸的已经是很松脆了 就类似于有点像 我们小时候吃的龙虾片 放到嘴巴里面 就是入口即化的感觉 不像很多地方外面的 他们做的姜鱼仔 硬硬的 放到嘴巴里像鱼干一样 要搅很多时间 它就是很脆很松脆 放到嘴巴里面 就马上就好像一咬就碎掉了 怪不得 所以他们这样生意好是有道理的 始终搞不到懂 五香里面到底放的是什么东西 下次有机会问问本地人 听说吃叶酱饭 一定要配这个三巴辣酱 那么所以几种味道 香料加扎在一起 它会延伸出一种非常独特的 让你指甲流香的另外一种味道 它的这个酱的味道很浓郁啊 刚刚进嘴巴的时候 还有一点饭和酱混在一起的味道 辣酱混在一起的味道 到现在是嘴巴现在完全是辣酱的味道了 就是辣的味道 还带点甜甜的 挺好吃的 好了 晚餐解决好 这一顿国民美食 纳西拉玛叶酱饭 就是9块3 9块3新币 你觉得好算吗 评论区告诉我 还有很多人在排着队 在等着 是 我们会也是 在这边这边可以安装 做 będzi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